嗨啦 欢迎收看《超真少年》 这集可厉害了 想必有两个位置 就知道不是我一个人 在这集里面担当重任 我有一个朋友 他去了南极 而且活着回来 而且不只活着回来 还拍了一部片回来 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形容他呢 久仰大名啊 久仰大名吧 你那时候你在台上领奖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人是谁 还是你本来就知道了 本来就知道 你本来就知道了 本来就知道 想必看我们频道的观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一届的走中奖 这一届走中奖里面 我们刚好入围的那两项 都在宙食赛 就是什么有 酒面啊 黄明志啊 放火啊 基本上就是温戏也那一种 然后我们前年入围的五项 一个都没得嘛 其实是入围三个才对 他把第一次跟第二次 两个加起来变成五个了 然后想说 今年两项可能就是去拿赛的 就想说就中了 然后中了之后 我什么都没准备 于是在台上的时候 我就脱口而出 讲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台词 然后我就感谢其中一个人 然后我要谢谢杨历说了 杨历舟导演 然后你让我进入了 影像的世界 这位来宾就是金马导演 杨历舟老师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九阳大名 展正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想必在我们频道 这么k的里面 可以请到一个金马导演 甚至评审 老师我们有机会 可以得金马奖 好 我懂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我很常跟我朋友讲说 我是杨历舟导演 让我走入了 影像的世界 回坑的意思 因为其实我第一个相机 是你买给我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想要拍频道 然后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那个时候 你是那个 Sony的代言人 对啦 对啦 所以 有点折扣这样 历舟导演 他其实拍过 非常多很厉害的影片 尤其是纪录片 因为从以前 不管从白条盒啊 那是刺客啊 我觉得 觉得超强是有一部片 你拍了十年 是那个 红盒子 那个画面 是好看 就是 是漂亮 就是三年前 有一年的过年 然后 绿豆导演就来我家 台中的家 然后就拿了一支水给我 他说 我告诉你 这是从南极点回来的水 那个很珍贵啦 因为 我们是用徒步的方式 走到南极点 就南回90度那个地方 那我就用了两个大水壶 装在那里的冰 对 那当然一定会融化成水 那我觉得很珍贵 但回来之后我就想 把他分装送我的朋友 然后当然第一个就想到 宅宅老师 我排到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因为像我们频道 今天要拍推影片 对 所以我在张大春那里说 他第一个 然后我就拿过来 就给宅宅说 这是从南极拿过来的水 他只擦眉流眼泪 他很感动 然后就跟我说 导演 就算这个是水龙头装的 我都信了 这样 他有种很坚定的眼神 看着我都说是南极 我想说 水可以上飞机吗 哈哈哈 这集最有趣的是 我们真的是深感荣幸 是一个金马导演 他从南极拍了一支片回来 对 但是其实之前有几个版本 有在Discovery播过的 这一次就是在一月份要上映的 是属于老师自己的创作 没错 因为南极很容易就想像是跟冒险有关 是 但冒险绝对不是只有热血这件事 因为你在那个全程的两个月过程当中 你最大部分时间只剩下你自己跟你自己 所以你就会想到自己很多过往的事情 我觉得身为一个重要的冒险 最重要要准备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准备装备嘛 还有一颗冒险的心 那我们上装备 这个是复刻版的那个包包吗 没有 所以是你买的时候是新的 对对对 南极回来的时候就变这样 对啊 因为这个包包是从南极活着回来的包包 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南极大概是美国的1.5倍大非常非常大 那我们是去南威90度 就是那个世界的尽头那个地方 所以夏天比较温暖 大概是零下30度到40度 冬天它是零下80度到90度嘛 你看它的夏天零下40度是一种 就是香蕉可以拿钉钉汁 然后豆腐可以拿打死人 对没有错没有错 零下40度 对 今日您带来的这个是 睡袋 这是睡袋 这颗睡袋啊 你不要看喔 它大概跟一颗篮球差不多大喔 可是它是炕到零下30度 因为我今天特别拗利洲导演就说 如果来我们频道的话 我们想要给观众看一点 就是南极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 让大家开启工业知识 跟想象力的频道 这是你在南极吃的 对 我们的太空食物 这是我们的 对对对 这是我们最外层的衣服 我对这个吃的比较有兴趣 它其实就是脱水的食物 你不要看这样的时候 它的那个热量非常非常的高 那它一定要脱水脱得很干 第一个怕它腐烂嘛 对 第二个脱水脱得很干净的时候 它其实体重很轻 就是你们去南极的时候 是整个 路向然后会有一台运输车 就是食物这样子 然后你们其他人就是用走 然后 还有我们的器材什么都会放到车子上面 还有我们的大便跟尿 为什么大便跟尿 你不要就是野战厕所 就在那个地方挖洞那样就好了 因为那个南极公约嘛 有规范 对 你到南极去啊 所有的人的粪便跟尿液都要带走 我要开啰 要开开开 趁你在讲大便跟尿 对对对 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大便 好 都不准留下来 所以我们等于在两个月的粪便 都自己随身带着 人类 人类两个月的晒大概是多少 这两趟啊 我们有11个人 所以我们是一桶一桶麻装好 会臭吗 不会臭啦 你大出来一分钟就变石头了 要给你拿来盯 对对 你可以拿来盯东西这样 而且那个大便是要有一些技巧的 你要拍个镜头 其实看起来像是那种东南亚泡面 香耶 其实很好吃 你在南极吃这么好 超好 五星级 你知道吗 我们在南极的水啊 都是从雪挖上来的 因为燃料很很珍贵嘛 对 所以我们大概烧到五六十度就可以了 真的哦 对不用烧到一百度 然后要这样子泡咖啡舞吧 就盖起来 对 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就变成一道米味佳肴 在南极 因为实在太冷了 所以我们都要经过一些训练 比如说大便必须在一分钟之内结束 其实这个时候我又有另外一个疑问了 插屁股要戴手套吗 我去罗手 对因为戴手套你会插不准 示范 他有给我看那个画面 就是他们都会踩个洞啊 然后把那个马桶埋进去 然后你又 你是第三层耶 你是要戴这个第四层 蛤 这是第三层 那第一层是谁 那第一层是那个很薄的 我们就可以掠过了 第四层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 你已经变哆啦A梦 你怎么插屁股 好 这样你手就不会受伤了 握裤子 你看我撕得起来喔 插屁股对 还不错 对得准耶 有啦 其实因为我算是蛮常戴着工作手套工作的人 但我们会裸手啦 因为你比较好抓到方向 所以那个我们都会先把卫生纸啊 都先卷好 然后放在身上 酝酿好那个气氛 因为你大便一分钟 所有露出的手指头啊什么的啊 你的组织的末梢 一分钟他就开始没有知觉了 再来就要截肢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会让你想要去拍片 你知道那种身为热爱 看超认真少年工作 你不要在那边 影片的一个导演 当然觉得 作为一个男子 有机会到南极走一趟 当然去 你去不去嘛 如果是你 其实会想去 但是你又不是很k吗 因为你们在那边总共的时间几天 我们待在南极48天 而且那个画面应该是全部都是雪景吧 有时候拍到后来想说 干脆找一个摄影棚 然后大家就开始穿那个 对对对 假装在走路 能去开墙 当然不一样啦 等一下 5分钟 5分钟 那我要打开了 1 2 3 现在开始就回到那个南极的场景 对 老师要吃啊 我吃不行啦 为了活下去 老师 幸福 你的表情感觉要没有 我突然胃有点抽搐了 对 它的口味算是好吃 对 口感实在是很 它就是像那个婴儿食品 对对对对 我原本以为它的面条就是 那个意大利面的那面条 你说放下去会Q弹那样 然后吃下去说 感觉像个少女在舌尖上舞蹈 那样 怎么可能 它的味道 很像就是一个 20几岁的少女 它的口感 像是一个80岁的阿桑 然后它吞进去剩下的那个鱼味 你很像你好像真的吃了意大利面 但是我刚刚到底吃什么东西 听起来也没什么感觉 可是为了活下去一定要吃 真的好 我觉得真的好 只是它会有一个牙齿跟那个 面条在中间脆脆硬硬硬的那个 感觉 那是点心面的那个口感 对点心面 点心面然后加肉酱罐 混在一起 这一包很贵嘛 四五百块台币吧 我们刚刚怎么不去吃个西体是不是 对啊 我们为什么不去吃个吃到饱 所以你们这几天算是食物充足 还是口味很多选择 没有没有 这个哦 这绝对是一个灾难 因为我们这次去啊 我们毕竟经验有限 所以我们就找了冰岛人 当我们的冒险顾问 冰岛人 你们都曾经提进世界杯的冰岛人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冒险的经验国 有点像北海小英雄有没有 哦 维京人 维京人那种感觉 然后食物当然我们是后来发现不处 是因为我们开始觉得 你怎么带 我们人那么多你怎么只带这样 为什么食物不够 他答案超呛的 他说因为你们吃不吃不完 你知道从我们的角度而言 就是要把食物准备充足吗 到时候暴风雪啦 我们就会困住 就只能继续吃这个东西 如果你暴风雪困住 你是要多待几天的 对啊 没有错啊 所以等于是观念不同嘛 我们就要开始联系台湾这边 台北准备好一箱的食物 送到中东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转机 用飞机送到南极点 再从南极点再往回 送到我们刚好走到什么地方 里面一包泡面 运费可能是他的一千倍吧 我在猜 对啊 吓死人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打开的时候 看到那个食物的时候 靠哥学面 大瓜 那就是很像大家去录影的感觉 你看那个东西在平地吃 你就吃过 就大家要带到山上 那就搭一个小帐篷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 哇 靠哥学面 大瓜 你到底去南极干嘛 你找到第一层了 对第一层了 帽子的第一层 哦这带下来拉耳朵的 对对对对 这是第一层 这第二层 就两层而已 你都抓龙虾的那种 啊这个是最外面的鼻子的部分 带子吗 对对对对 就这样子 为什么还这样带子 因为你鼻子会受伤啊 到时候回来鼻子要割掉耶 我们在那里 每天就是这种装扮 当然还有雪镜啦 那你呼吸不是会有空气出来对不对 感觉到你的鼻息 可是在南极那个鼻息会变成一根冰柱 中午时 对我们要把它折断 他留那个冰柱然后滴下来 然后走一走走一走 然后跌倒 嘎嘎嘎 送死了 如果在南极我真的被插死 还是我受伤 被自己穿刺伤 讲出来还蛮丢脸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他那边的伤口你会瞬间愈合还是 还是几乎不那个的 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在南极啊就是不能受伤 那真的从南极不管哪个点 要后送到有医院的地方大概要5天嘛 哇靠 对那我们最害怕就是大出血 皮开肉绽 那我们就会准备一种胶带 那胶带黏起来之后 然后就从旁边抽绳子 那就把你肉迅速的 缝合起来 那他的那个医疗的那个用品也是 是特别否零下40度使用吗 我们那个是可以 因为他那个开发出来是为了那个战场用的 那你知道在工业上 也有一个零下40度可以用的瞬间胶吗 这么能都可以 那就是 乐态瞬间胶在-55度C的环境下 就算你在南极工作 他的弓箭都尽了其条件 而且不含HQ 什么是HQ Free呢 就是一般的瞬间胶里面 都会加入HQ 让它成为安定剂 让它一般的瞬间胶呢 在空气当中不会瞬间的凝结 或者是3-50才用2滴 它整罐就干掉了 但HQ呢 经时间阵子它对人体是有害的 它可能会有治癌的风险 对于孕妇 对于小孩 它都是很不OK的 而乐态的新产品呢 在你的瓶装上面 你会看到一个打圈圈的HQ 画叉叉 那就是不含有HQ 所以这间厉害的公司呢 它可以做出不含HQ 一样可以 稳定瞬间厉害的产品 使用对环境友善 对工作者友善的产品 你把它黏好了之后 待到南极 一样都不会坏哦 感谢乐态瞬间胶 除了赞助本集影片之外 更赞助了无边电影整场的包场 在乐态乐坏了 拍优惠也不容易吧 我觉得比较好辛苦哦 拍电影是不是也常常需要找 很多商业合作跟赞助 当然这几年都有很多字录啦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就是 拍电影拍到时候 请家荡产 选什么制片很重要 我的制片也不错 真的啊 真的 就直接把家当给他了这样 对对 我制片就是我老板啦 那我觉得老板不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结婚好了 但是我一定要劝你 如果你有机会跟老板结婚的话 因为我结婚之前 每个月还有月薪 对 我结婚之后只剩零用钱 你知道他就是用这样子的表情 你那个时候跟我说 我跟你讲这是南极的水 记忆外套 外套来 我们在南极能够活下去 都是靠这个外套 我已经越聊越热了 对对 这是第四层外套 最外面一层 来 请仔仔 老师示范 这个各位在上面赞助上的老板 其实你是也可以赞助我的 我虽然没有立州导演拿过金马奖 但是我们是拿过总统奖的 等一下这是全身的 所以这是全身的 南极版超重 这个超重 仔仔老师有个问题 请问 是 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 突然想大便怎么办 厉害 你真的很专业 没有我在国外有穿过这种 就是可以大便的 你要不要来 刚我一样不是 穿起来蛮舒服的 很像是你把那个羽绒外套 然后跟你的睡袋缝在一起 然后穿在里面这样 对啊 你这样 感觉好像是不是很严重 其实你知道在南极 最担心是那个流汗 比如说被流汗 它会整片都变成冰块 一片冰块哦 那一抖一下 整片冰块会掉下来 那可以脱模那种 对对对 但那在那几天 你们的衣服都全部一模一样 对啊 就穿这样子 我一位换就只有内衣裤啦 因为我们两个月没有洗澡 对 那大便又很不方便 那它是就是抛弃式的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内裤 我们从内裤开始都很讲究 我记得我们在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 佑胜先生 我到现在就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在南极洗衣服 你说他在南极 然后像是阿桑在河边 对对对 就冲个水啊 然后拿着衣服 然后我们拉一根绳子在那边晾衣服 佑胜算是台湾第一的 世界第一个在南极洗衣服的人 他想说南极比较干燥会干 结果去的时候 他衣服变成一根木板 因为马上就要出发 他就要拿衣服把它敲碎 像洗衣板这样子 对对那重点是他的内裤 他内裤也跟 看跟板子一样 敲会有声音的 这样子 这样子 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内裤会出这种声音 这是睡袋 睡袋 睡袋 看起来好像就 就比较没有这么 像那个衣服一样 可是他就是那种木暖仪式的 然后他的脚这地方 特别有保暖层 我们有选手是要戴隐形眼镜的 就要放在这里 睡觉的时候放在这边 隐形眼镜在那边 会不会结冰拿不下来啊 对啊 所以睡觉前先摆在这里 然后 用体温把它 对对对对 睡一整晚 然后就把那个隐形眼镜拿出来 然后你打开 大概你就一次机会 你那次没有装上去 可以点咕咕的那样子 然后在里面尿尿 睡觉啊 你半夜尿尿 你不能把机机摟在外面 腿就捡过来了 然后捡过去把它拉起来 所以你要练习在这一个庸里面尿尿 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个水壶 那我们有两个水壶 一个水壶是喝的 一个水壶是尿的 然后那尿壶 你尿完之后 你不可以把尿壶丢到 睡在外面 虽然睡在外面是帐篷里面 可是它还是会变成冰块 那变成冰块 你第二天没办法倒掉 你就必须整天抱着你的尿 但我因为我连续两个月 都是用那个尿壶尿 所以我从南极回到智利 我大概有四天 我没有办法对着马桶尿 人生最大的悲哀 真的喔 真的啊 南极创伤症候群耶 非常严重 我没有办法直接对着马桶尿 而且因为我两个月没洗澡洗头啊 从南极回到智利的时候 我就第一件事到旅馆就先洗头 有很像流浪汗 一回来的时候 就臭味都闻到了啦 我还记得我洗到第四次才起泡 太油了 对啊 第一次洗到 那个水流下去灰色的耶 在那个中间 你不会一度很怀疑 就是自己为什么到底要去的地方 有规划的冒险 是冒险 没规划的挑战 叫送死 有有有 我们有规划 其实我们这次去南极 是准备了一年 所以我们等于去包含说 可能会碰到的危险啊 刚提到的迅速的交代啦 或者是通讯 因为那里没有办法打电话嘛 要打卫星电话 因为南极没有商业的可能 所以经过南极上空的卫星很少 都要找那个角度 最近会有一颗卫星经过我们这附近 所以都要对准角度 也因为它打电话很贵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直接环境许可 就大家赶快轮流打电话 我们就说每个人打一分钟 他就轮到我 然后我就打给我太太 那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现在在南极 之前要暴风雪 但你放心没事 然后太太说 好 没事就好 他就给我挂了 你知道吗 更好 其实你很受创耶 不愧是老板 对 挂然后就升下南极那风声 那如果他像那个你拍片一样 可以再重来一次 那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剧本 杨栗说第三场 我也不准挂 我一定要告诉你 在南极 害羞耶 不行这一定要偷偷看 我觉得其实那个 我猜啦 其实看我们频道的大家 因为台湾在纪录片 真的是比较少人看的 毕竹老师其实以前 有几部广告你一定看过 极度远传 对对对对 开口说爱嘛 对 像我帮麦当劳拍的 那个母亲节的 对对对对 那个我也很喜欢 那我最近帮汉林出版社 拍的一个 体操女孩 那个也很好看 我其实每次看到 老师都有一个 满满的感动感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教过我 就是我们也不是在任何学校 什么遇到的 那我都称他为 老师是 其实很久以前 是因为拍一个纪录片 然后我从他的纪录片 然后发现了就是说 原来影像是可以 给这个世界这么多的 语言跟感动的 坦白讲我还真的有 因为这样子的那个 激动感 所以变成是想要用工业 用影片的方式去 跟可能喜欢看我们频道的人 去讲一些 可能我们想说的话 或者是我们想要 传达给大家的意念 这集其实最重要的重点 老师他从南极的 这个故事里面 他带了一支 纪录片的影片回来给大家 这部纪录片叫做《无边》 它将会在1月6号 全台湾上映 那这是一部 关于南极冒险的纪录片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 虽然很开玩笑 然后再介绍这些物品 可是在南极这个地方 你喝一口水 穿一件衣服走路 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部电影 其实我很想要告诉每个观众 当你觉得人生有意义 或者没有意义的时候 你不知道此刻 你的想法 你会有没有被认同 或者说你对自己的存在 都产生怀疑的时候 告诉你一个方法 那就是去做 让你害怕的事 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你会重新拾起乐起 因为这支影片 其实我有在老师的试音室那边 看过一次了 大家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 可能会跟你 以往既定什么 看了卡通的那个故事线 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 回到创作者的身上 或者是为什么他想要拍这支片 为什么他跑到南极做这件事 那他想要借由这支影片 这个很厉害很精彩的画面 想要传达给你 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再回到创作者的身上去想说 他为什么要用这些画面 去告诉我 某某某... 什么事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可以进心愿去感受的 常常都在想 我们都觉得最远的距离 可能是北极或是南极 但事实上不是 其实最远的距离是 你有没有认识你自己的心灵 你有没有认识你自己 那个有时候才是最远的距离 我今天我想要完全很私心的 做一件事情 因为老师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我自己从拍频道 然后到现在很多人 会愿意看我的频道 我打从心里感谢那个 从你给我相机镜头的 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在今天就是 如果你有兴趣 然后想要跟我 或者是一起去看 这个大荧幕的影片 你就可以扫这个 QR Code 不管是你想要包场 或者是你想要去参加 我们在乐泰 就是为大家所包的那个场次 然后我也会出席 那老师就知道 如果有时间 可以 没问题一定到 我们可以在那边 做一个简单的对谈 或者是你是企业 你想要包场 在戏剧里面 大家看这一支 去做害怕的事情 的无边影片的话 你也可以扫这个QR Code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里面的相关资讯了 那我们最后的最后 再次感谢 杨立作老师 谢谢立作老师 谢谢 那您拿出来了 这罐的水车 我以为你们会要摸柴或干嘛的 真的吗 对啊 那你跟观众讲一下 说这是什么水车 Agent 这个是我走到南极点的时候 然后用水壶 把它几百万年 从来没有人类足迹 经过地方的冰 放到我的水壶里 然后他跟着我回到台湾 然后分装成一个一个的 这样的小瓶子 听说 拥有这样的水的人 把它摆在对的柴位 家庭夫妻和乐美满 子孙满堂 没有啦 简单讲就是 真的是带回南极的水 非常有限 我大概只有十几罐 那另外我想真的是 很谢谢包场的企业或朋友 我们真的是 谢谢你们支持创作 支持这部电影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把 这南极的水送给您 这样子 还是我们这个 我就先留着 然后到时候包场那一天 我们就现场 可以啊 南极有外星人吗 去南极有外星人 但是因为我们答应他 就不能在YouTube的节目说 那他跟你讲的是什么 你说外星人 对 他说 1月6号 无边 全台上映 不堪会后悔 你真的是杨力主的吗 我是外星人 食物很重要的 我还在吃 我25天想吃屎啊 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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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什么事啊 体温只要叫到3至4度不行 那个SOOP有78包 没那么多存料 我真是手举不起来 体温大部分 我想放弃 背好 加油 我们再休息一次就到了 再见 小炒 小炒 嘿 费 쓸